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用一根牙签杀死一个200米高怪兽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人类、助神还有怪兽共存的世界 在这里,天上有宙斯掌管一切 地下有长毛疏,掌管着冥界地狱 地狱里关于着众多怪兽,人类在其中艰难的生存 男主伯修斯是宙斯之子,到年为了妻子留在人间 成为了半人半神,如今带着自己的儿子生活在海边 这天晚上,父亲宙斯来到房间找伯修斯 告诉他地狱中的邪恶力量,在渐渐苏醒 人类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希望他能出来阻止这一切 伯修斯看着自己黏涯的儿子,不愿放下他,断然拒绝了 随后当宙斯来到地狱,查看什么个情况时 却被兄弟长毛疏和自己的另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暗算 看来这一切都是长毛疏搞的鬼 目的就是借助地狱的力量,报复宙斯和人类 随着地狱的界限被打破 大量小怪物逃村到人间 伯修斯的村庄也为了倾免 被迫之下,他再一次拿出了当年的武器 一方打得下,弄死了入侵村庄的小怪物 这次袭击之后,伯修斯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当他去神殿召唤其他众神时 才发现灾难早已波及神界 除了自己的父亲,其他神都已经死去 最后伯修斯告别儿子之后 骑着天马奔赴万里去寻找希腊公主的帮助 一番商量之后,伯修斯决定在另一个半神 胡子哥的帮助下,前往地狱与长马叔谈判 希望停止这场灾难 可路上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光一个进入地狱的入口,就被独眼巨人把守 他们看到人类就想吃,还好关键的时候 伯修斯的身份被老巨人认出 脑头给了他们衣服,进入冥界的地图 到他们赶到冥界时才发现 宙斯早已经被长马叔囚禁起来 法力眼看被研磨吸干 一番打斗之下,伯修斯赶紧救下宙斯 而他身后研磨,也在蠢蠢欲动,即将苏醒 临走之时,宙斯不先被打伤 用谨慎的力量将伯修斯一行人带回了人间 宙斯告诉伯修斯,现在最重要的敌人是研磨 他的力量可以毁停灭地 而只要集齐三大神器,合成胜利之矛 才能将他杀死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三大神器之一,宙斯的神器 已经被伯修斯的弟弟拿走 没办法,伯修斯只能前往谈判 人类这边也整装备战,尽量给伯修斯争取谈判时间 伯修斯刚离开,研磨就从地下出来 并且带着双头人,见过人类 人类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割韭菜 伯修斯这边,自己的儿子已经被对方抓到 自己半神的身躯跟真神打斗 可想而知,被打得别体也多惨 幸好在儿子的帮助下,才转败为圣 最后伯修斯终于合成了胜利之矛 与此同时,研磨已经完全复活 这祸毁天灭地,一甩手一个神就没了 伯修斯骑着飞马,拿着胜利之矛 一路在宙斯的掩护下,冲进了研磨的口中 随着胜利之矛释放伤害,研磨最后被割掉了脖子 人类取得了最终胜利,然而宙斯也耗尽能量 在自己儿子伯修斯怀中化成了尘土 随着宙斯的死去,世界上再没有真神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每天一部小电影,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美国电影《驻神之路》